你认为我们来第一次见面 请贴近你的耳朵 跟我们说一个之前没说过的吧 我觉得很可爱啊 我觉得他第一可能是我 你不要打乱我的思路 都天花板了 迄今为止我都没有理解 为什么他总是会出现这样子的表情 其实对于当时唐朝的人来说 那已经是一种超前的观念和理念 认可彼此说的吗 不认可 不认可 完了我的形象立不住了 下班了 腾讯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子齐 在《御刺小舞座》中饰演的是肖锦鱼 我是苏小彤 在《御刺小舞座》里面饰演出处 用三个词概括一下彼此角色的性格 独立 可爱 自己 谢谢 高兵贵力 呃 呃 不是我是想 都天花板了都 帅气 只法全名 不会全贵 还送我你一个 嗯谢谢 对 当时选择接下这部剧的原因是什么 有什么特别吸引你们的点呢 我先说吧 好 我觉得最初就是因为看了看了几集剧本之后 我觉得很吸引我首先然后 嗯我觉得这个角色对于我以往来说是有挑战性的 我就当时一直有在让工作人去追这个项目回来呃就去见了导演之后就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也很有缘分最后呃就去拍了这个戏呃其实我当时是很久也有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拍戏了然后也是 正巧看到这个故事 而且而且小五座的剧本和其他以往看到的一些剧本有一些不一样 他剧本写的其实 故事性特别强 其实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更多的像 感觉在看一部小说 然后看着看着会看进去 其实我最开始试的是锦衣 我会觉得更活泼一点 但是跟导演还有编剧们聊完之后 就是觉得好像更适合小金一 这次饰演的角色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为了这个角色前期有做过什么准备工作吗 首先就是台词这块吧 然后最大的就是台词吧 你不是首先是台词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还是对我 我觉得首先你不要打到我们思路 对不起 你先来 我觉得首先很有挑战的 其实就是我们台词部分 因为之前相比较之前的戏来说 这个戏里面的台词 它都是成篇成段 而且专业性的术语方面的东西都比较多 然后呢 那就是在比如说那个开机前 有归读剧本的时候 或者说是前一天去准备第二天戏的时候 都会提前查阅一些相关方面的内容 或者是问一下编剧老师或者是导演之类的一些东西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其实就是我觉得 是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吧 就正常情况下好像不知道舞座是什么 甚至有朋友还问我 他说你这不是去演讲什么呢 什么叫小舞座 我说其实就是古代的法医嘛 因为完全是从来没有触碰到过的一个领域 然后呢就是有去提前的去认识和了解 最大的挑战就是台词 那不是不少 会出现一页纸 大概有半页是你的词 就一个人说话 那种 就搜了 对就搜了 而且对手是说一句话 就比如说巴拉巴拉巴 对手不是我 我跟朋友介绍的时候都有说 我说那个戏就是探案 过程当中我们到了一个案发现场 别人问我怎么了 我要巴巴巴巴说一段 说完之后 他又问我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巴巴巴巴巴又是一段 就一个人的词 一开始开机前 其实还是有时间去做一些功课 和就是台词的一些准备 但是随着进度往后走 我们每天没有太多时间 再去做这些东西了 几乎每天都是化妆手背词 比一开始会容易一点 但是他讲的事情和案件都不一样 还是要靠自己去理解和背 基本上都是化妆背第一场第二场的词 然后切第一场第二场进井的时候 背第三场第四场的词 这样 给你们说一个之前没说过的吧 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套拍的场景 导演给我们两个加了一场多少 你记得那场戏吗 2.5页纸那个 我觉得不止一次吧 但是2.5页纸那个亮的只有一次 就是我们拍完一场 准备去拍下一场的时候 导演突然把我们俩扣住 扣住说 哎 那个你们看一下剧本 哪一集哪一场 是不是也是这个景 我们看 是 那导演就说 哎 那机位不用动了 灯也不用动了 你们俩去换这场衣服 然后看一下词 就是那场 我还扎两个文字头 无一大数的事情 对吧 在三把词拍的 对 然后我们俩都没有看过那一场 我们俩是换衣服 边换衣服 换完之后就穿完里面衣服 在外面 穿外面的衣服 走戏的时候 对了一遍 就拍完了 他想说的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到后来就是 已经有一种速技了 就是练成了这样一个技能一样 对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你看完一遍 可能再稍微巩固一下 你就能够 把这个给说起来 但是你可能过个几分钟再问 你就完全剪起来了 就这种 就已经到了 这种年纪来了什么话 不是不是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 很快就 神奇的技能 很快能记进去 很快能记下 但是 但是可能拍完这场 再拍下一场的时候上一场 才已经忘完了 完全不记得了 就是 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 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初次见面是什么 对 对 直播的时候 你认为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是有确定吗 当时我是在试衣服还是试哪个时候 然后你过来实习 我们一块演 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朋友的 开机后拍了一段时间吧 对 那开机之后了 开机前有互相培养一下感情吗 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就是 天天读几个 天天都在围读 然后呢 也没有说 有合适的机会去交流 然后但是拍戏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往往会因为 我们往往会因为一场戏去研究啊 之类的 然后呢 就会有聊到一些东西 慢慢的熟悉起来这样 站在搭档的角度评价一下对方 四老他们拍戏很认真 除了爱吃零食之外 其实没有我看到花絮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吃了这么多 这真的 我觉得 他就是 有和王爷很像的点 也很细心 然后很 会照顾别人的感受吧 不管是在拍戏的时候 还是在生活中 对 小童作为楚楚 最喜欢王爷身上什么特点 everything 作为小童本人 又喜欢王爷身上什么特点 除了 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之外 别的都还挺好 对于他钢铁直男班的反应 你喜欢吗 我今天很可爱啊 紫棋作为本人喜欢楚楚哪里 作为王爷 那当然是喜欢他那种不被世俗所框架的那种 其实对于当时唐朝的人来说那已经是一种超前的观念和理念了 对 就对于女子来说 她可以在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去做出这样的挑战和想法 我觉得已经是超脱当时的世俗女子 你们在剧组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在一起拍戏下班后会一起出去玩吗 没时间玩 好像连睡觉的时间都 没有就是 周期比较急 周期比较急 是的 你们和杨婷东赵瑶珂的片场的话 谁更幼稚一些 拍个序吧 我先说 你先说吧 我觉得他第一可能是我 对了 然后 现在在心里在自己和赵瑶珂之间抉择 我觉得我最不幼稚 我想想 王子齐第一 杨婷东第二 杨婷东第二 杨婷东第三 五四 周杨婷第一 一二 五三杨婷东第四 还挺不一样的 认可彼此说的吗 不认可 不认可 NG最多的是哪一场戏 我记得了 好像很多场都 很多场 因为我总是 有被他笑到 很多时候 他的一些微表情 就有点 一下子我就 跳出去了 对吧 嘴角忍不住的笑意 是的 他是这样形容的 对 嘴角微微的那种 忍不住的笑意 一些轻微的颤口 轻微的颤口 他就要一直 而且我也到现在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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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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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理解 为什么他总是会出现 这样子的 表情 回答一下 我也不知道 一只小舞座里 印象最深的戏得有哪些 救火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秀那个 第五根肋骨的手帕 因为这个如果是在就是比如 舞座行业里面是真的浪漫的一种 确实 为什么我拍的时候没有觉得是因为 觉得很正常 对 山洞吧 山洞系挺多的 戏其实不多 其实不是 还挺久的 如果印象特别深的山洞的话 山洞 就是在前周的 四柱 四柱铜前的那个山洞里 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拍戏 学习 提升自己 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 有什么特别想要尝试的新角色吗 其实我对于没有演过的角色 都还挺想尝试的 我现在对军旅特别感兴趣 你不会咱俩二大大了一个军旅题材的 我对校园也很感兴趣 我其实对这两个人感兴趣的点 在校园的话就是很美好 然后军旅的话我是觉得很帅气 戴小帽子什么的 走正步之类那种的感觉 快大结局了 有什么话想付给自己 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吗 感觉好快啊 太快了 我们留在收官的时候 微博上发吧 我们俩其实都会这么觉得 就是能演到这样的角色很幸运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在看小舞座 无论是什么样的成绩 但是我们再看两年前的表演 其实还是会看到更多是自己的问题 如果说现在让我们再去诠释这两个角色 我觉得会给它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并没有一直看那些好的 就是一直会注意到这一镜或这场戏 我哪里没有演好 哪里又欠缺了什么 以后会去接校园剧题材的小甜剧吗 看缘分吧 根据剧本来看 喜欢现在自己的状态吗 还可以 虽然会比较紧凑一点 但是 会 比闲着也好吧 下一次微博粉丝达到多少的时候会有粉丝福利 五百万给吧 好吗 五百万给粉丝福利吧 今年有给自己定什么目标吗 有目标 但是得实现了再说吧 会看粉丝的留言吗 微博上的一些评论会有 抽时间会有时候空的话会去刷一刷扫一扫 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有人想看我深微的照片 这个做五百万吗 可以啊 可以 尽量 什么时候准备送出一百万粉丝福利 那个我没有忘 而且我也在准备了 喜欢大家喊你女儿这个称呼吗 或者希望大家怎么叫你 请贴近你的耳朵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 怎么说呢 对啊 大家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啊 大家都想让你给他们一个名分 就是在粉丝起一个名字 确实 这个我也有想过 我认真去想一个 然后呢 我到时候 我发在群里 或者我发劲超话 可以吧 我想一个 全世界最好听的 说出一个追剧时印象最深刻的弹幕 当时我不是要那个 开我自己母亲的关吗 然后上面很多 妈妈都在说 开吧 妈妈不怪你 我觉得还 挺可爱的 就是大家都挺可爱的 发工资了 三二一 下班了 下班了 我叫你 不过 我叫你 每个人 都闭了 快